三天晚的拍了嗎 兩天一夜卻巧妙缺席國民黨五二零團結世事大會 並開與朱主席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同臺機會 還是我們可以問問夫人啊 問夫人 問夫人 未來有沒有考慮讓郭董去進行感恩之力 都說這個 謝謝你們小心 我想應該讓那個董事長平靜的正直 沉澱啦沉澱 同樣在沉澱心情的挺國立委陳玉珍 透露郭董回臺 下一步有感謝行程 據了解可能會複製四年前的感恩之旅 立法院可以控制很多 這個對老百姓需要的事情 所以呢我想轉換一個戰場 不過郭董2019年爭取提名失利後 選擇跟當時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分道揚標 轉移重心同臺民眾黨 將郭家軍送進國會 這次能否協助整合支持者 也掌握關鍵影響力 因為他之前已經在他的FB上面 很大氣的宣布 他接下來一定會大力的支持侯友宜 知道說到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號 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相信郭台銘董事長 會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來支持侯友宜市長 經過兩天的沉澱 郭董返臺後 卻比出發前低調不少 是決定放下初選嫌隙 還是準備翻臉拼了 心情和反應更加耐人尋味 華視新聞專員劉偉 陳楊姿怡 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崭新誓言